1.2010年广州亚运会,金牌199枚,银牌119枚,铜牌98枚,总奖牌416枚,这是第二次在中国本土举办的亚运会,也是中国进而获得奖牌最多的一届,远远高于其他国家。 2.1990年北京亚运会,金牌183枚,银牌107枚,铜牌51枚,总奖牌341枚,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,金牌和银牌中国队都是遥遥领先。 3.2006年北京亚运会,金牌165枚,银牌88枚,铜牌63枚,总奖牌316枚,这是北本土举办亚运会中国队获得金牌数最多的一次。 4.2014年仁川亚运会,金牌151枚又,银牌109枚,铜牌85枚,总奖牌345枚,在上一届亚运会中国队在金牌一排铜牌总奖牌都是名列榜首。 5.2002年釜山亚运会,金牌150枚又,银牌84枚,铜牌74枚,总奖牌308枚,中国队在这届亚运会金牌数和奖牌数都是名列第一。 6.1998年万古亚运会,金牌129枚,银牌78枚,铜牌67枚又,总奖牌274枚。 6.这届亚运会是中国队在飞本图举办的比赛中,首次在金牌一排铜牌和总奖牌输都是名列榜首。 7.1994年广告亚运会,金牌125枚,银牌83枚又,铜牌58枚,总奖牌266枚。 8.1986年汉城亚运会,金牌94枚,银牌82枚又,铜牌46枚,总奖牌22枚又, 中国的首次在银牌榜上排在第一。 9.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,金牌61枚又,银牌51枚又,铜牌41枚又,总奖牌153枚又。 这是中国军团参加亚运会以来首次登顶金牌榜和奖牌榜。 10.1978年曼谷亚运会,金牌51枚又,银牌54枚,铜牌51枚又,总奖牌151枚又。 中国军团在本届亚运会金牌银牌铜牌和奖牌榜,都是排名第二几次于日本队。 11.1974年的黑兰亚运会,金牌33枚又,银牌46枚,铜牌27枚又,总奖牌106枚。 这届亚运会中国对金牌榜排名第三,对于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建儿来说能排到这个成绩已经很出色了。